世诗纪第九章 耶路巴黎的儿子雅比米勒 到世间去见他的众母舅 对他们和他母亲的全体族人说 请你们给世间的众人说 是耶路巴黎的众子七十人都统治你们好呢? 还是一个人统治你们好呢? 你们也要记得我是你们的骨肉 他的众母舅就把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世间的众人听 他们的心都倾向雅比米勒 因为他们说 他本是我们的亲族 他们就从巴黎比利土的庙里 取了八百克银子给雅比米勒 雅比米勒用这些银子雇了一些无赖流氓 那些人就跟随了他 他回到俄弗拉他父亲的家 把自己的兄弟耶路巴黎的众子七十人都杀在一块石头上 只剩下耶路巴黎的小儿子约坦 因为他藏了起来 世间的众人和伯特米罗人都聚集起来 到世间橡树旁的望楼那里 立雅比米勒为王 有人把这事告诉了约坦 约坦就去 站在基利星山顶上 高声向他们呼喊说 世间人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神也就听你们的话 有一次 众树要去高丽一个王统治他们 就对橄榄树说 请你做王统治我们吧 橄榄树对他们说 我怎可以放弃生产 人用来荣耀神和尊崇人的油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众树对无花果树说 请你来做王统治我们吧 无花果树对他们说 我怎可以放弃结出我的甜莓果子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众树对葡萄树说 请你来做王统治我们吧 葡萄树对他们说 我怎可以放弃生产 那使神和世人都喜乐的新酒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于是众树都对荆棘说 请你来做王统治我们吧 荆棘对众树说 如果你们真诚地高丽我 做王统治你们 就要来 投靠在我的印下 否则 火必从荆棘里出来 吞灭黎巴嫩的香薄树 现在你们立雅比米勒为王 你们若是诚实和正直 如果你们善待耶路巴黎和他的家 照着他手所做的待他 我父亲从前冒死为你们征战 把你们从米店人手中救了出来 今日你们近起来攻击我的富家 在一块石头上杀了他七十个儿子 又立了他的卑女所生的儿子 雅比米勒做世间人的王 因为他元逊你们的亲族 今日你们若是按着诚实和正直 带耶路巴黎和他的家 你们就可以因雅比米勒得喜乐 雅比米勒也可以因你们得喜乐 若不是这样 怨火从雅比米勒出来 吞灭世间人和伯特米罗人 又怨火从世间人和伯特米罗人出来 吞灭雅比米勒 接着约坦就逃跑了 他逃到比尔去 住在那里躲避他的兄弟雅比米勒 雅比米勒治理以色列人三年 神拆派邪恶的灵 来到雅比米勒与世间人中间 世间人就背弃了雅比米勒 这是要报复对耶路巴黎七十个儿子的暴行 把流他们的血的罪 归到他们的兄弟雅比米勒身上 就是那杀害他们的 也归到世间人身上 就是那些帮助雅比米勒去杀他自己的兄弟的 世间人在山顶上设下埋伏 路过他们那里的 他们都劫略 有人把这事告诉雅比米勒 那时 以别的儿子迦勒与他的兄弟都来了 到世间去 世间人竟信任他 他们出到田间去 收取葡萄 榨酒 举行庆祝会 进入他们的神庙吃喝 并且咒诅雅比米勒 以别的儿子迦勒说 雅比米勒是谁 事件是谁 竟要我们服侍他呢 他不是耶路巴黎的儿子吗 他的副官不是西布勒吗 你们要服侍世间的始祖哈摩的后人啊 我们为什么要服侍雅比米勒呢 但愿这些人民都归在我手下 我好把雅比米勒除掉 迦勒又对雅比米勒说 增添你的军队出来吧 纳城的首长西布勒听了以别的儿子迦勒的话 他的怒气就发作 秘密拆派使者去见雅比米勒说 以别的儿子迦勒和他的兄弟已经到了世间 他们正在煽动纳城的人反叛你 现在 你和与你在一起的人 要在夜间起来 在野地埋伏 到了早晨 太阳出来的时候 你要起来攻城 你要注意 迦勒和与他在一起的人 出来对抗你的时候 你就把握机会对付他们 于是 雅比米勒和与他在一起的人 都在夜间起来 分作四对 埋伏着等候世间人 以别的儿子迦勒出去 站在城门口 雅比米勒和与他在一起的人 从埋伏的地方起来 迦勒看见了那些人 就对西布勒说 你看 有人从山顶上下来 西布勒说 你看见山的影子 以为是人 迦勒又说 看啊 有人从高地下来 又有一对 从米厄尼尼 像树的路径而来 西布勒对他说 你曾经说过 雅比米勒是谁 竟要我们服侍他呢 现在你说这话的嘴 在哪里呢 这不是你轻视的人吗 现在请你出去 与他们交战吧 于是迦勒在事件人面前出去 与雅比米勒征战 雅比米勒追赶迦勒 迦勒在他面前逃跑 直到城门口 有很多受伤的人扑倒 雅比米勒住在雅鲁玛 西布勒把迦勒和他的兄弟赶走 不许他们住在世间 次日城中众人出到田间去 有人把这事告诉雅比米勒 雅比米勒就把他的人分作三对 埋伏在田间 他在那里观看 见有人从城里出来 就起来攻击他们 把他们击杀了 雅比米勒和与他在一起的一对人 忽然冲过去 站在城门口 其他两队人也冲出来 攻打所有在田间的人 把他们击杀了 那一天 雅比米勒整天攻打那城 把城攻下了 杀了城中的众人 把城拆毁 又撒上盐 世间楼的众人听见了这事 就逃入伊勒比土利庙的地穴里 有人告诉雅比米勒说 世间楼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 雅比米勒和与他在一起的人 都上了萨门山 雅比米勒手里拿着斧子 砍下一根树枝 拿起来放在自己的尖头上 然后对与他在一起的人说 你们看我做什么 你们也要赶快照样做 于是众人也各自砍下一根树枝 跟随着雅比米勒 把树枝放在地穴上 放火烧了地穴 以至世间楼的人都死了 男女约有一千人 后来雅比米勒到提贝斯去 安盈攻打提贝斯 攻取了那城 城中有一座坚固的城楼 那城所有的人 无论男女都逃到那里去 关上门 上了楼顶 雅比米勒到了城楼前 攻打城楼 他走进城楼门上 要用火焚烧 有一个妇人 把一块上磨石 抛在雅比米勒的头上 打破了他的头盖骨 他急忙呼喊 替他拿兵器的少年人 对他说 拔出你的刀来 把我杀死吧 免得人掌论我说 他被一个妇人所杀 于是那少年人把他刺透 他就死了 以色列人看见雅比米勒死了 就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这样 神报应了雅比米勒 向他父亲所行的恶事 就是他杀了自己的兄弟七十个人 神也把事件人的一切恶事 都报应在他们的头上 耶路巴黎的儿子约坦的咒诅 也归到他们身上 神经典坦的咒诅